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 那我上一次说过这个式子只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用在电荷是分布在有限的区域可以用 那么我们很常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先求电位差再求电位 先求电位差 A点跟B点的电位它是等于电场的限积分 从A点到B点 你先求出电位差 然后再设定一个电位等于零的地方 我们设定过像球体 整个球体带电或者是球壳上面带电 我们设它的potential是无穷远的时候 距离球星无限远之处 它的电位等于零 但是我们后来做到一个无限长的圆柱导体 它的表面有均匀的电荷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假设 不能假设无限远的地方电位等于零 对不对 我们假设空间距离这个轴某一个距离的地方 它的电位等于零 那么其他的就根据这个电位 零电位来设定它的电位 那么这个方法就是 它要在设定的时候呢 它要用到电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 就是电位有连续性 电位有连续性 那么假如说 这个导体是分布 电荷是分布在有限的区域 那么它的potential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V是等于 E.ds from r到infinity 到无限远 可以用这个 这个就是从这里来的 当你把Vb设成0 它的距离在无限远的时候 Va就等于V 有的书上是把这个式子写成这样子 它用负的 从无限远之处 E.ds 这两个是一样的 你把这个上下线对调 这个符号也要变号 要注意 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好用 什么 这个V啊 哪一个 这个 这个 这是R 我写错了 写错了 R 好 我讲错了就要指出来 要不然的话就会一路错下去 好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 有两个 同心的球 导体球壳 它是导体 这个是 R A 这个是R B R B 那么 R A上面 里头这个球壳 都是导体球壳 带Q A的电量 这个带Q B的电量 你就注明一下 是导体球壳 导体球壳 OK 那现在要问 这两个球壳之间的电位差是多少 两个球壳的电位差 比如说我们要球 电位差 那我们呢 发现这个电场啊 你用这个式子 主要就是说 你电场很容易球 特别是 你如果用高湿定律 可以球电场的话 你要球电位差 或者球电位 通常都是用这个方法 这个式子啊 用高湿定律 球电场很容易 所以我们就 先 就用这个方法 球电位差 它是等于 E D S From A To B A我们就假设是这一点 这个内球壳上面一点 B是外球壳上面的一点 然后呢 我们就 有高湿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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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球电场 对不对 它现在球电场 球哪里的电场啊 A点跟B点的中间 就是这个跟这个之间 那我们做 高湿面呢 就是做在这里 高湿面 那我们 那我们 由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 这类问题 我们都做过了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写出 1是等于 4π ε0 分之1 QA over R 平方 R UniVector 这个是R 在这两个 半径的当中 红色的这个 这个就是R 这个就是R UniVector 那你可以画出 这个电场 就是这个东西 通常我们做一个题目啊 你图要画出来 图要画出来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VA 减VB 要等于 4π ε0 分之QA QA可以提出来 好 这里头的积分 很简单嘛 它就是 R 平方 分之1 乘算DR 从RA到RB 然后呢 就变成 4π ε0 QA RA分之1 减掉RB分之1 这就是它的电位差 内球壳跟外球壳之间的电位差 你用这个方法就很快就求出来 好 现在啊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哦 假如我把内球壳跟外球壳之间 我用一条很细的 粗细都没关系了 用一条导线把它连起来 用一条导线 把它连起来 内外球壳 以导线相连 那我问各位会有什么结果 这一连有什么结果 两个球壳有电位差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而且他们带电 你看 这是QA 这个是QB 那现在他们要怎么办呢 那你当然要抓到原则了 电位是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所以电场是从内球壳指向外球壳 那么电荷如果要移动的话 怎么移动法 正电荷是顺着电场移动 对不对 从内球壳移到外球壳 那负电荷呢 是从外球壳移往内球壳 因为它本身是负电 低电位我们就用负的 高电位用正的 那低电位乘上负电就是正的 所以它的能量还是外球壳比内球壳大 现在我们就当做这个QA是正的 QA如果是正的 我们说 为正 我问你 现在电荷要怎么跑 它从 内球壳往外球壳跑 对不对 跑多少啊 要跑多少啊 跑多少才够啊 原则又是什么 它的原则是自然的原则 它有它的原则 不像我们人哦 我们人的原则 有时候你的原则跟我不同啊 像两个小朋友 两个很好很好 那有一个 有一天他爸爸给他五十块 他给他一百块 他就拿五十块给另外一个同学 很要好的 然后就跟他说 我们两个不是很好吗 我有一百块我就分你一半 我分五十给你 如果明天你爸爸给你两百块啊 那你都分我一半了 这是他的原则 也许另外一个同学不是这么想啊 那你给我可以啊 我给你就不行了 这是人的原则会变 但是大自然的原则永远都是固定的 正电荷 我们现在看啊 我们看这是正电荷哦 这个是正 这个也是正 那RA比RB小 那么RA分之一呢 就比RB大 RB分之一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VA-VB就是正的 就表示说VA比VB电位要高 因此正电荷从外面跑到 跑到 从里头跑外面 因为 4πY0分之一大于零 然后 RA分之一 减RB分之一 大于零 所以 所以VA-VB 大于零 那就是VA大于VB 那正电荷从高电位到低电位 那就是QA 就是内球壳 以往外球壳 移到多少 移多少才算 才值啊 一半好不好 如果移了一半 那么这个Q还有一半呢 对不对 是不是还大于零 这个永远大于零 还大于零啊 继续移啊 移到什么地步 一到通通跑光为止啊 QA都跑光了 那这一项是多少 零嘛 对不对 这一项是零 所以VA-VB就是零了嘛 零了就两个电位相同嘛 谁要电荷就不跑了嘛 那么 知道了 以光为止 如果QA是负电怎么办 我就不写了 我用讲的 你们自己回去把它补起来 如果这个是负的怎么办 这一项就小于零啊 那这一项呢 还是大于零 于是VA-VB负的 乘上正的就是负的 那VA-VB是负的 就是VA比VB要来的小 对不对 来的小 那么它的电荷呢 因为是负电哦 负电从低电位到高电位 对不对 还是跑光为止啊 还是跑光为止 有没有想通啊 要想啊 要去悟出来啊 不要好像高中没有学的 现在就 就怎么都学不会啊 那你这一生怎么办呢 就生下来你会什么 就会什么 你不会什么就不会什么 是这样子吗 好 那么我们利用这个原理 有一个科学家 叫做Vandegraff 他就发明一种发电机 Vandegraff generator 他这个generator啊 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做的 他那有一个 我把这个generator写到这里好了 他有一个 几乎是 好像一个球形一样的一个 一个壳 导体壳 这就是A OK A 导体哦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绝缘体 这一段是绝缘体 然后啊 他就接到一个 导体的基座上面 导体的基座上面 这个导体呢 接地 这个 这一部分呢 接地 接地就是它的电位等于零的意思 这个绝缘体 我们就用B 我们就用B来代表 上面是A 这个是B C又是导体 这个又是导体 OK 这个是导体 这个也是导体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里头啊 有一个转轴 这里也有一个转轴 转轴上面呢 有一条输送带 这转轴在转的时候 在转的时候 这输送带就会转 那么这个转轴跟这个转轴表面都涂了不一样的材料 不一样的涂料 涂上去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就是 这个带子 这个带子 经过这个 涂料的时候 它就带正电 它一路就上去了 它就被这个输送带送上去了 送上去了 到了这里你看 这个半径比这个小 于是呢 它在这个地方就用一根导体的针 并没有把它碰在一起 有个gap 结果这个电荷 因为电位比它高 它会从这里跳到这里来 就是说 让这个当中的空气游离 有的有正电荷 有负电荷 那正电荷就把负电荷吸过来 然后它的 正电荷就留在这里 于是呢 这个正电荷通通跑到这个上面来了 通通跑到这个上面来 然后这个belt 输送带 经过这个涂料的时候 通通带复电 就被这个带子一路的输送下来 就到了这里 它这里也有一个针 导体的针 这也是 这好像这个半径 要比这个小 电荷 它现在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 负电的那个样子 负电就往外跑 所以负电就 到这里通通往外跑 正电就往这里跑 所以它输送带一直在那里转 你可以用手摇的 也可以用转一个小马达 在外面驱动它 于是这个上面的电荷就增加 增加到 可以到 一直到空气游离为止 就是它的表面电场 到一个 也不能无限大了 你大到一个地步 会让它周围的空气游离 这个时候就会漏电 它可以到差不多四万五万伏特 很高很高 我们一个电池才1.5伏特 它可以到四五万伏特 那我们实验室都有这个东西 这个可以做很多实验 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 我们用静电荷 可以让绝缘体 急化 对不对 我上次不是说过吗 小孩子玩的时候 米达尺摩擦以后 它可以把头发 放在头发旁边 女同学头发比较长了 会晃动 它有吸引力 但吸引力很小 如果你用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你捧着 去碰它的头发 是说 你可以放在这里发电 发得很高 然后这里有一个木制的台子 你站上去 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球 球壳 你一碰 不会死 会怎么样 你头发会竖起来 头发会竖起来 我这里有一张照片 我就是没有用头影片 有一张照片 你看这小孩子 头发都竖起来 都竖起来 你可以传下去看看 头发都竖起来了 因为它急化了 急化了 副电荷就排斥 同种电荷排斥 异种电荷的湘西 那么 如果你们以后要 选立法委员 不要去选 就摸这个就够了 一摸 头发就立起来了 不就立法委员吗 对不对 这个就是 Vandegrave Generator Vandegrave Generator 好 现在我们 再看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项目 将来在 电磁学里头 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项目 现在我们知道 点电荷会 会build up 电厂 会建立电厂 那么 将来有一个东西 叫电偶级 我们也介绍过了 它也可以在外面 产生电厂 那么 点电荷产生的电厂 是跟R的平方 乘反比 电位是跟R的一次方 乘反比 但是我们用这个 假如是一个 偶级举的话 偶级的话 电偶级的话 它的电位 不是跟R一次方程反比 它是跟R平方程反比 我们上次不是求出来了吗 对不对 平方程反比 它的重要性就是说 它越远 它衰减的越厉害 比这个点电荷衰减的越厉害 但是它也算是一个 一项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带电体 它能够建立电厂 那么现在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算是讲过 如果有一个电偶级 在均匀的电厂里面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talk 上次有一个例题 跟各位讲过了 这是负Q 这个是正Q 这个是他们之间的距离 距离我们 这个向量来说 是从这里到这里算是正的了 这个是低了 低的向量 好 于是 我们说 你如果在这个 这个上面呢 有电力线 这个电力线是均匀的 那就是一组平行线 一组平行线 那么这个就会受力 这F等于QE 那么负电呢 会朝这边受力 F等于负QE 好 这一对的力啊 它叫做什么 力偶 因为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我们在上车已经介绍过 有一种 有一种 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一组力 我们称它叫做力偶 那么这个P呢 就是它的偶极矩 偶极矩 我们上一次介绍过 那个力提介绍过 它现在会受力 这一组的力啊 这个D 好 我们把这个叫做L好了 那么它会产生TALK 它的TALK呢 是等于 你这个方向看 它是顺时针方向 对不对 顺时针方向 L 乘F L乘F L等于什么 L等于 这个是 θ L等于 这个是D D的 sinθ F F是QE 那么我们把这个乘一乘 我们D乘Q 就变成P 就是P Sine P 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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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 等于P 乘E 乘Sin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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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 P是一个向量 重复的到正 E 也是一个向量 这个正好是两个向量的夹角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TALK写成这个样子 电偶级在均匀电厂中受的TALK 我们用向量表示 它就是P Cross E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 我们这一章讲完以后 马上讲到磁学 磁学有个磁偶极举 它在均匀磁场中也会受一个TALK 样子跟这个E 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把P变成 它是偶极举 变成磁偶极举而已 这是立举 现在我们就看 这样的一个装置 你看 它始终 最后它会把这个 搬到这个地方来 正电朝这边 副电朝这边就平衡了 但是如果你 把它从平衡位置移上来 再一放手 它又会回去 一放手又会回去 就好像说我们把东西 从地面上提高 一放手掉下来 再提高 一放手又会掉下来 那这个时候有Potential Energy 有Potential Energy 那么我们现在问一问 电偶极举在均匀电场中产生的 Potential Energy是什么 那我们以前对Potential Energy 是怎么样子定义 电位怎么定义 电场 把单位正电荷 从R 从距离它 从某一个位置R 移到无限远 做的工就是那一点的电位 对不对 你也可以说 我用外力 外力跟这个电厂的力 正好 大小正好跟它一样大 我们让方向跟它相反 慢慢将这个Q 推推推推 推到R这一点 从无限远 推到R这一点 你做的工 也就是电位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电位 到底是多少 现在看 有一个电偶极 我们还是画这样 电偶极 这个是它的转 中心点 电场就是顺着这个方向了 电场就是顺着这个方向 那么它会在这里 我刚刚说 有一个F 等于QE 这边会有一个F 等于负QE 它始终就要把它转过来 那么因此这个电场的力局 就是要这样子 朝黑板里头去的 如果说这个角 叫Sita 1 我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 移到这个地方 这个是Sita 2 Sita 2 那我问 这个做工是多少 做工 你可以说 移到这里 是外力才会做工 因为你知道它会转过来 外力局才会做工 那没关系 是电场的力局 还是外力局 我们都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一个外力局 External Talk 等于电场的力局 电场的力局 就是P cross E P cross E 好 我们先留在这里 好 然后呢 把它转一个D Theta 这里有一个 Theta其实不是这个方向 你这样的话 Theta是这个方向 我这里不要画 不要画这个 如果项链的话 它是这个方向 好 那么我们说这个工 Work External Talk 它是等于负的 Talk 负的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负的 P cross E D Theta P cross E D Theta 好 我们刚刚讲 P cross E 是什么方向 P cross E 是朝里头的 D Theta 是什么方向 这个方向 好 所以呢 这两个 这两个 到底是负的 然后乘上负的 就变成正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 P E Sine Theta D Theta D Theta From Theta 1 到 Theta 2 就是这两个 反正这两个 方向是一致 方向一致 P cross E P cross E 我们知道 你不要看负号 你看P cross E P cross E 是负的要加进去 P cross E P在这里 我P没有画出来 P cross E P cross E D Theta 所以这两个负 负负就得正 等于这个东西 没错 现在我们把这个 P E拿出来 这个就变成负的 Cosine Theta 就变成Cosine Theta 从Cosine Theta 1 到Cosine Theta 2 于是这个就变成负的 P E Cosine Theta 2 减掉 P E Cosine Theta 1 你看 这个值 只跟起初的位置 跟末后的位置有关 因此它就是一个 未能的形态 所以我们可以写成负的 EP2 要不你们书上是用U EP2 减掉EP1 未能 EP2减一 减掉 未能 那现在我们就 那现在我们就另 看我这里好像 有一个符号弄错了 没关系 我们先在这里 设定好了 不要写太远 设定 Theta 2 等于90度的时候 是第二个位置 EP2 等于0 因为它是Cosine Theta 90度的时候 它就是0 90度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符号 弄错了 等等 我现在这个是用 负的EP2 EP Prosity Theta 这里有一个符号错了 这里应该有一个符号 这个地方 EP2 我们直接用这个做好了 直接用这个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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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直接用这个做 然后这个Dot 这个是负的 是负的 我刚刚说P cross E里头 DC它是外面 所以有一个负号 负号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就变成 我们用正的好了 用正的 正的话就变成这样子 正的变成这样 我们现在设 Zeta 2等于90度的时候 EP2等于0 那么Zeta 1等于 Arbitrary Angle 那么EP1 就等于任何一个位置的EP 你把它带进去 那这一项就是0了 对不对 只剩下一个这个 那这个是0负负得正 所以 EP1P就等于 负的 P1Cosine Theta 好 P是向量 E是向量 Theta是它的夹角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 P dot Dot E 好 那你以后 你就记得 这个东西 这一组 然后呢 它的Potential Energy 就等于负的 P d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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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电厂 这个是Potential Energy 你们书上是用U 用U 我们马上要讲到辞学 辞学里面有一个 辞偶极举 它有的书上面是用M来表示 有的书上是用M来表示 向来 如果是词偶极举的话 这就是Mu cross E 那这个就是负Mu dot E B到的B B厂 OK 我们将来会讲 不过这个我先 告诉各位 你把这一套 回去 把这个回去 弄清楚 将来我们讲辞学的部分 我这一部分就不再倒了 不再推倒了 OK 好 这是电偶极举 很重要的一部分 电偶极举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各位要清楚的 就是等位面 跟电力线的关系 等位面跟电力线的关系 我们说等位面 电力线一定处处于等位面垂直 那我们怎么知道 或者你说 电力线 与等位面处处垂直 与等位面处处垂直 怎么证了 你们应该可以证明 我教你们的东西足够可以证明 这个 怎么证明法 我们现在来看 假定 这个是等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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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这个上面 画一条线 从A点到B点 从A点到B点上面 从A点到B点上面 在这个面上面画 这个面上面画 那A B是不是等电位 A B是不是等电位 A B等电位啊 那么我们现在 那么我们现在 就说A点跟B点呢 它的电位差呢 我们始终可以用 这个来代表 VA-VB 它一定等于 E.DS 从A到B 这个积分啊 A到B啊 任意的A到B 只要是A点 只要A点到B点 任意一个路线都可以 只要是从A到B 我当中的路线 可以不一样 OK 好 那现在我们说 因为 VA等于VB 它在等位面上面嘛 所以 E D.S 从A到B 要等于0 A到B 要等于0 好 那我刚刚说的 A点是固定 B点固定 都在等位面上 路径可以随便你设 你路径可以是这一条 也可以是这一条 都可以 但是都等于0 那 E.DS 就是一堆东西 就是 E乘DS 乘cosθ 是个存量 就等于 这个当中 你如果把它分成 很多很多线段的话呢 那 E跟DS cosθ 加起来 要等于0 你这里分成好多线段 加起来 也等于0 你这里分好多线段 加起来 也等于0 你不管你怎么分它 加起来都等于0 有那么刚刚好的没有 加起来要等于0 就是有正有负 对不对 有正相有负相 我随便这个路怎么弄 都能够正等于负 正值等于负值 没那么刚刚好 没那么刚刚好 那就不是说 正的总值等于负的总值 不是这个结果 还有什么结果 E到了DS等于0 还有什么结果 E跟DS 垂直嘛 对不对 E跟DS要垂直嘛 那就说 这个地方的垫长 假定是这样子 DS就是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也一定在这个面上面 这个跟这个要垂直 你一画在这里 这两个垂直 你一画在这里 这两个也要垂直 也要垂直 我们一看就不垂直 这两个就不垂直 什么时候随便你画在哪里都垂直 就DS 不管你画在哪一条路线 都是等于面的这个面上面 对不对 如果跟等于面 不管你怎么画都垂直 这个E一定要什么方向 跟等于面要垂直嘛 对不对 跟等于面垂直嘛 就是说 他一定要跟这个垂直 你如果这个路径上 他要跟这个垂直 但是他跟他垂直 他不见得跟这个垂直 就我在这条路径上面 这两条路不用 拿这个交叉点来看 这个跟这个垂直 那么这个就不会跟这个垂直 除非怎么样 跟这两个都垂直 那就是跟面垂直 所以我们说 因为A字B 为任意路径 但是要在面上面 所以 E要 perpendicular to DS DS有很多个啊 DS很多个啊 你跟这个DS垂直 可能就不跟另外一个DS垂直 如果都要垂直的话 那就是 电厂要跟等于面垂直 OK 我就不写了 你们自己把它写起来 写得太花时间 就是说 这个DS有很多取法 对不对 同一点的DS有很多取法 因为经过那一点的路径很多啊 那电厂就一个啊 你要在那一点跟不同的路径都要垂直的话 那就是什么 在这个等位面上面 那个路径在等位面上面 就是 电厂一定要跟等位面垂直 你这个当中 你这个当中还有一堆东西要 要讲 所以这个 鱼等位面垂直 OK 你把它 试着把它写好 要试着写 把它写清楚 好 我们电学就到此 就告一个段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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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